在建築系學生的同力合作 耗時兩個月終於完成這間超大模型 而這就是羅東的未來 所以黃石超特別邀約縣長候選人江聰淵 以及這次民進黨五十二一候選人一同來見證 未來黃石超當選正常後 要推動了四大主軸建設 讓羅東的鄉親知道我們對羅東的用心 那這個模型呢 我們透過大學建築系四年級 大概有八個學生在暑假裡面 創作了兩個業 這兩個業裡面 我們大概每個禮拜都有做發想會議 用他們年輕的想法 還有我原來自己的想法融入 那竟然把這個模型推出來 那個問題推出來以後 我們相信改變資料羅東會變成很有魅力 而且很有創新的一個羅東 四大改變裡面很清楚的 我們希望羅東之心這名廣場能夠推出 我們希望藍民市場 傳統市場能變成一個多功能的一個 現代化的一個市場 就是綜合市場 那我們也希望 我們政公所能夠牽引到 我們的行政中心 牽引到機關六的地方來 讓我們的工人員有最好的上班環境 讓我們洽工的贈品 最好的一個洽工環境 透過縮小版的羅東整體建設與發展 現場候選人江崇源非常肯定 這樣的遠見規劃 希望未來現政政政互相協調 讓我們的汽車 我們的汽車 十年後 二十年後 百年後的一個具體方案 這個方案我們看到羅東未來的發展 可以結合大西南地區 可以結合宜蘭縣的共同發展 成為有一個 非常有目標的一個城市競爭力 這個競爭力來自於 黃世超政長候選人的一個宏觀 的一個遠見 我們也相信他的執行力可以達成 所以在這邊 只要我們這個團隊 可以共同來承擔這個責任 我們將會將這些具體的政見 來實現在羅東漂亮的土地上面 而黃世超競選團隊 也將政見與羅東願景規劃 設計成明信片 將免費送給鄉親 來做紀念 讓羅東成為驕傲的城市 改變羅東 讓羅東成為驕傲的城市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 讓羅東成為驕傲的城市